参加工作的第一年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时很开心 觉得是时候对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表示一下谢意了 我就盘算着我应该尽快对哪些人表达感谢呢 一天走在路上时我突然惦记起了家乡的一位兄长 因为正是在他的引导下 我一上大学就找到了我现在的上师 我非常庆幸我是上师的学生 由此心中对这位兄长长存感激之情 很想有机会回报他曾经对我的帮助 两年前我听说他也离开了家乡 到四川一个偏远的山区修行条件很艰苦 这一天我竟然莫名其妙惦记起他来了 不知道他过得怎样 就想着给他写一封信 我们已经七年没有联络 一年前我从老家得知他现在的收信地址 但一直没有联系过 既然有感而发就立即行动 一气呵成挥就一封问候信 写信完毕之后又在信封里加了两百元钱 希望能对他有所帮助 那时两百元钱还是比较有购买力的 他在边远山区 交通很不发达 普通信件和快递信件的传播速度 没有太多区别 为了不引人注意 我决定以凭信方式邮寄 八毛钱的邮资 毕竟信封里面加了两百元钱 我可不希望这封信既丢了 但又希望知道它的近况 所以还是决定冒险 当我把信投入油桶的时候 我给这封信加了一个强烈的愿望 愿这封信顺顺利利地传到兄长的手中 除了它谁都不能拆 这封信寄出去了 很久没有任何阴性 我也没有再惦记这件事 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冒险的行动 最后的结果究竟怎样我不敢确定 数月过后的一天 我突然接到兄长打来的电话 他告诉了我关于那封信后面的故事 他当时所处的地方贫穷落后 交通和信息很闭塞 外面的邮件通常要在路上走一个多月 才能收到 有时还会丢失 那里的人们并不怎么遵守文明法治 人们之间没有秘密 所以通常会撕拆别人的信件 交到收信人手上的信件 往往都是拆开了的 他家里给他写的信 都是别人先拆开看了 然后想起来了再传到他手上 这一天清早 他正在山上打坐的时候 山下的一位老乡急冲冲地跑来找他 老远就在叫他 到了跟前 然后气喘吁吁地地给他一封信 那位老乡说 前一天晚上这封信传到他手上 他接到这封信后一晚上睡不着 总觉得这封信很特别 像有什么大事一样 就想最快时间送到他手上 所以没等天亮 就背了一些吃的东西往山上看 兄长接过信一看 这是他在当地收到的 唯一一封不曾被人拆开的信件 当他打开信封 看到里面的内容 挤两百元现金的时候笑了 多年为何我联系 不曾想会收到我的来信 而当时正是他最困难的时候 他的生活主要靠山下的老乡们 想起来的时候给他送一点 每天化冰取水 只喝一点稀饭 即便如此都已经两天 完全未吃任何东西了 而老乡给他送信 又顺便给他送了一些吃的 我寄给他的两百元钱 也让他得到了一定的补充和缓解 我们多年未联系 我很少会寄起他 没有想到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却莫名其妙地惦记了他 他一直不知道我的情况 从没有想到会收到我的来信 及帮助 但是就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 帮助就来了 这不是非常巧妙吗 更妙的是 这封专程给他的信 沿途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打破了当地的习惯 没有被人拆开 如果这封信被人拆了 那么可以肯定 这两百元钱 也一定不会到达他的手中 当他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非常的惊奇 这里究竟 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呢 尤其我应该从中 悟到一些什么呢 我深深记得 在当时我非常急切 想表达我对他的感谢 在游击信件的时候 因为担心弄丢 我确实对这个信件 加了一个强烈的愿望 我还深深记得 当时的发心特别真诚 就想感谢兄长 把我送到了上师身边 就想把这份感谢 送到他的手上 但却是没想到 真诚的感恩心 所凝聚的力量 竟是如此强大 这个亲身的经历让我明白 也让我更加相信 真诚的愿望 所蕴含的力量不可思议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观看 下次再见